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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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茗 麻煦Rafi YouTube 上有人看到你的节目 提到其他问题 问五号仔的Long Call 怎样看 如果个人自己说到,就不建议 但如果真的要考慮 我覺得現階段比較直播 真的可能匯豐是OK的 因為匯豐長期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橫向拉腳 只要長期橫向拉腳 你衣生波幅不高 牽涉成本也沒有那麼貴 所以簡單的匯豐其實是有一定接觸空間 甚至不斷說 如果市場要再上去 我覺得這一陣有機會靠一靠匯豐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擺位 我可以放在約80元左右 看看有沒有機會短線上升這幾% 你短期去捕捉一下Long Call WhatsApp上面有很多問題 都要問一下Rafi 逐個問一下 有位朋友想問一隻223 安石A50 他問上網多少 不過沒有說自己有沒有貨 但見到A股方面 似乎現在又好像沒有太大的動力 223部是否部署得過 當然你沒有說有沒有貨 但沒有貨來說 究竟部部署得過 A股當然這一陣很遠同 是比較煩惡的 當然最主要一來人民幣走藥 再加上資金比較緊一點 都拖累了A股下來 而這些指數CTF 始終一來都跟A股走 雖然A股一般的 他們近距離都顯著糊塗 再加上他們本身的年內 其實升幅都遠遠跑完 A股 雖然現在來說算不算好 我自己覺得就一半半 甚至乎走勢上去看 其實近期都比較 仍是10天20天平均線 即是15元2號這些位附近 所以短期就破不了這些位 我反而覺得有機會試回大概14.6 所以現在真的要考慮要買的 可能去挨近50天線14.6 才考慮好一點 但上網可以上網多少呢 當然你現在買得要中線一點的心態 甚至乎這些都是指數CTF 很難說短線會有一個很大的升浪 沒錯 上面來說 先看上之前的頂16元 我覺得如果破到這些位置 再看過一點就不遲 好了 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林先生在這裡 林先生早安 喂 早安 早安 今天上網是誰 那隻中信家說 沒有貨的 這個位置可以罵上網多少呢 998是不是 中信 中信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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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未有貨 這一類的銀行股又買不買得過呢 今天做4.92 當然其實以近期 它相對其他內銀股是更弱的 它跌的幅度比較多 但是你說能否買得過呢 我自己覺得是一般的 如果你要考慮 我寧願去傾向一些大型的內銀 因為其實中場線來說 特別可能下年回來 你會有一定的降準 其實對大型的內銀 可能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反而對中信銀行 其實它的內銀空間 可能都越來越低 所以其實這個 不算太大直播空間 再加上很多時候 港內銀都有收市因素 但是以中信銀行 其實收市因素 又不是太明顯 所以其實以兩樣東西來說 都不是那麼吸引 而且以本身的勢尼計 剛才看到 更加跌得多 也是受制於五元這個位 我覺得如果以這些位 如果再試下去 可能會再試 四個八六八這些位附近 我覺得反而 你要看看這些位 能否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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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所以暫時計算 我覺得就不算太大直播空間 林先生 這隻有沒有其他心水 有啊 那隻3988的中行 都不是怎麼動 怎麼算好 沒有貨的 中行都是沒有貨 內銀股 你剛才說信行 可能比較小一點 中行大一點 那行不行 中行我都可以的 但是都是一樣 你可能一來就看看收息 二來就駁它 可能慢慢走 很難說很快升 但是始終我覺得有一定吸引性 因為始終都有個收息因素 而且去到這位都叫吸引 那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有隻中行 可以 如果你當然不心急的 你可以等多幾格 我覺得三十七這些位 比較叫做好一點 那我都有機會下這些位 可以做個中線的部署 好 多謝林先生的電話 另外呢 黃先生也在電話旁邊等 黃先生早晨 Hello 黃先生 喂 是不是我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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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2601 有沒有貨 我就38元有貨 我想再買一點 其實我現在應該是沽出去好 還是我可以低一點再買入呢 麻煩 好了 這隻怎樣部署呢 我想它跟平保都一樣 滾了下來 太保了 溝貨好不好 還是現在自己虧了好一點呢 當然如果你說真正的 你自己本身如果住馬上更許可 甚至乎你又不是特別擔心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在這些位置再加一加 因為其實你說 當然其人浪險 板塊最好經常都說到平保 太保未必是一個最第一的選擇 但是本身質素也不差 你看到過去的業績 或者新業務價值的增長 其實都很理想 所以我覺得反而可以真的借著這一下下來 都再加一加一些 但是當然加得來 我覺得又不是叫你現在這些價這麼心急 馬上賣進去 因為始終近期有勢 明顯地轉弱了一些 你記得到近幾天 當它慢慢跌穿了50千線 如果這一刻期不回到線流上 都意味著價格可能再試低一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加著要買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挨近大概35元左右 我覺得有機會試回這位才加 即加到就加 加不到就暫時有得他住 我覺得不用太心急 因為你本身上面都有住貨 那35元才加一加住 那中線來說 就看有沒有機會再試回之前的訂 大概42.3這位先 好 黃小姐有沒有其他股份想問一下 買23.18 如果我沒有貨 在什麼位加住 就中線好一點 平保啊 大家都很想買 今天彈了一點 不算彈了太多 73.5元 買得了沒有呢 現在的股市 之前跟他頂上去 拉下來 是關他的股市 關關的 其實又相對叫好 跌的幅度叫少一點 但是轉勢未呢 當然我覺得短期就很難說 這麼快就轉勢未 但是剛才說得怎樣 如果你太保有貨 平保就沒有貨 而駐馬上又有的 剛才你問了 一來就本身就是問 可不可以買加多次太保 如果只用太保來講 我覺得可以加 但如果你這一刻問 平保又能買不買呢 我反而會覺得 你寧願將那些錢 就不要加太保了 就買平保 對 未來後就買平保 變成可能中線拿這兩隻 各自一注算數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平保 當然剛才志龍問到 買得了沒有 這個是大家近期最關心的 最關心 沒錯 因為始終很少見落了那麼多 都不斷強調 其實業務不差 甚至乎近期還不斷出一些 可能下年回來分拆的因素消息 例如錄金所有好 平安好醫生等等 但是無論如何 近期都受到市波動之下 比較偏弱一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以回 比較漂亮的位置 其實近期經常都說 一條五十天線 七十一元 其實下落下差兩個多 就是之前七十七元 是一元一元堆下來 大家還在問 會不會到達 就是心急著 是不是買不到 未必到達到這位 但其實下落下都還差兩個多 我覺得可以的 就是先看看這些位置 即是七十一元附近 又不是七十一元 也不是七十一元 但是約這些位置 如果你有下落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考慮去買這隻 中線來說 至少你不購買一百元樓上 至少也要購買之前的頂 八十七元樓上 我覺得直播空間也比較好一點 好 多謝黃小姐的電話 馬小姐又在電話旁邊 馬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早晨 想問哪隻股份 其實我沒有什麼股票 我想賣人壽和公行 我想知道是否等過了一年 因為那些基金過了放假 過了一年才買 還是現在入市 你會想兩隻都買還是其他一隻眼 兩隻都買 看看最好的價錢人 好 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 還是等到明天才買 但是我覺得有貨的話 應該買更強勢 那些二六二八和一三九八 二六二八和平保那些又好像差一點 都是的 當然你說 選擇性上說 當然我覺得平保會好一點 但如果真的自己喜歡過手 我覺得又不是說不行的 但就預料可能真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現在買 就是時間性 因為其實你說哪隻股份 我覺得選擇一些大股 其實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在這一刻買 我認同回家庭公眾 自己都說得對 就是有機會 現在是否慢慢的基金 大股都放假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今年年剛升到之前 差不多年尾 變相 我相信他們都很大力量在手 可能很多近期都開始 反而選擇 沽貨離場 鎖定利潤 所以近期的沽貨都比較多 會不會慢慢放假 不做事呢 可能下年回來才算是無處 是 機會性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反而還是看有價 如果接下來短期再多下一點 你不用理會 是否真的放假 明年再回來 如果再多下一點 那價錢開始吸引 那你就先部署定 沒有理由 下下等別人做事 我們才做事 我覺得可以這樣看 所以反而是看有價 合不合自己的心碎 所以暫時這樣說 我覺得這兩隻 這兩隻就不是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先以一隻國壽來 我覺得國壽來說 如果有機會再多下一點 可能大概23個半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挺不錯的 因為其實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以2月至近9月 都是23至26元 還行幾個月 之前才有得突破 但是突破後 都不是太升得起 你看到更是跌下來 這個環區間裏面 所以我覺得 再多下一個區間的底位 大概23個半 鬆一點 可以考慮買 我覺得不妨這些位置賣 但是買得下去 真的可能中線一點 我相信你選這兩隻 都是上中線的 中線來說 起碼看之前28元上線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另外你或者1398 1398 對 一公行來說其實也是一樣 當然近期有勢也反覆覆下來了 但是我覺得可以 看看有沒有機會 接下來 短期試試5.7這些位置 如果有機會試試5.7這些位置 我覺得到時賣下去 一樣 中線來說 看上去6.5 除了股價升之外 也有收息因素 最重要是看價錢 馬小姐可以留意 Raffi 建議的價位 公行5.7元 2628是23.5元左右可以買入 多謝馬小姐的電話 曾小姐在電話旁邊 曾小姐 你好 是 你好 早安 我買了266元 是否266元 是否266元 是否266 266和1338 和1337 是 好 中遠海發多少錢買 266 1.52 1.52 1.62 好 好 是否先問了 好 因為接受得不太清楚 中遠海發 現在的部署策略應該怎樣做呢 暫時來說就差點了 你看到這兩天下跌得這麼急 肩尺還在低位裡面大陰足再打下去 股額都未見到太大的修煉 所以我相信暫時的價格也偏弱一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以一個老幾又正在捱價的話 能夠彈高一點就考慮減一減先 暫時如果要彈上去的 可能有沒有機會試大概1.58 我覺得去這些位置 不妨真的減一減先 因為始終暫時來說 難見到這個位置明顯轉勢 你看到幾明顯都是一浪低於一浪之餘 都是受到這些主要平均線留下 所以暫時彈都好 我覺得去到1.58 可能就差不多 好 另外一隻就是雷蛇 雷蛇 剛才聽不得很清楚 但現在的部署策略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雷蛇來說都是一般 不是說就是他 近期那些本身股全部都回落 可以這樣說 都有少少少說的就是熱潮已經冷卻了 沒錯 而以本身雷蛇來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質地 我又不是說他差 概念來說是獨特的 但是就沒有盈利 都是那句 因為其實公司自己都說了 預料了 不用知道他有錢賺 這兩年到 你說上市那天 純粹因為氣氛好 或者緊接著可能月民 那些大IPO一起上 才有這個效果 但是本身來說 現在慢慢大家不是看這件事 可能看本身基本面 其實是一半半 雖然整天的國家 近期都不斷回下來 那我也一樣 聽不清楚他有沒有貨 或者不知道什麼價有 但是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下跌勢慢慢存定之後 可能打完十元的四元便 我覺得去到四元樓上 都不妨減一減 沒錯 今天本身估計是月民 百分之四 很厲害 多謝曾小姐的電話 另外陸先生 有電話旁邊 陸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持有746 都幾多房子 我想看看他 到現在 因為他去過五個半 我想看看 還有沒有再上的空間 或者去到多少 我想放了他 你幾多錢買的 很久的了 四個多 四個多 OK 還有利潤享受 很多貨 李文化工 現在 五元左右 回到大約是百分之二 下來的 有沒有機會去到五個半 或者更加高的位置 暫時來說 我覺得就難一點 其實你記得到 前一陣子 十一月中後段 其實都插過一輪 但是他那輪的升勢 其實是比較急的 你看到由回到四樓上 都慢慢上到五個七樓上 升的幅度都超過三 就是三成多 所以你看到近日開始 反而是一個升後 一個很明顯的回套 如果你本身小樓上 是多貨 兼且還有利益在手 其實不妨定住支站位 就算你不是走散 我覺得先減住部分 因為其實 這些股份 有沒有得好從基本面去分析 有時我覺得是很難的 反而真的可能看技術美影 或者各樣東西 但是以技術上去說 剛才提到一點 就是前一陣子 有回到四樓四附近起步 但是在起步之前 其實你見到 過去這幾個月 都是四個多 至四個八 五樓邊 是環距間上落 這裏大概就是六七號指 左右 所以你看到當突破五元之後 其實正正走回大概六七號指 已經差不多 所以整個技術位來說 有機會叫做走完 如果短期來計 如果真的要定回止站位 我覺得你放回四個九左右 不妨減一減磅 吃這些壺 剩下的貨底 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上五個半樓上 再吃壺 Facebook上面 越來越多問題 有位朋友 YouTube問 三六七買不買得過 裝飾機構 一國七六三 暫時跌近百分之二 這隻股份買不買得過 其實我自己覺得一般 或者怎樣說 這一刻問這一隻 對,不是焦點 我也不知為何 我沒有特別消息 但是你說買人買一個 當然我這兩天下降了很多 也真的下降到重要的支持位 但是下降到這位 可能意味著未必會再下降下去 但是你說會不會有個後抽 可能打得很多 暫時看來的機會性又不是那麼大 我覺得如果市場這樣踏下來 如果接下來真的要抽 都是選一些大股去動 因為那些大股都一起滑下來很多 反而你說那些小股 是不是即時第一陣已經動 未必住 所以現在來說 三六七算不算是很寂寞呢 一半半 但是剛才提到 始終支持位 大概是過七附近 你見到這下降到你的位 慢慢就靠近這些支持位 所以有機會守得運 可能如果彈上去的話 就彈上過百度 變相你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幾格 你可能這麼短其實很足 我覺得你可以暫時望上過百 但是假設你過七這些位 都守不住的 再穿下去的 可能借勢補回五月份 這個上升裂口 就是大概 如果裂口底位 是大概1.62 1.63 其實如果這樣算 你都是用大概7-8 薄上面也是7-8 即是1薄1到 如果你真的要考慮 好看你自己 是不是這樣1薄1都OK 如果OK的 你就少住試一試 另外有位胡小姐 亦打電話來等著我 胡小姐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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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過是吧 中文廈抽薪股 是839 他現在還有4只 我中文廈哪一只高 839 行不行 中國教育集團 是一個教育股 是 其實這支教育股 做的業務跟之前推薦的新高校是相似的 2001 又是做一些比較高等的學府 類似在大學 或者類似在香港的副學士的學校 其實兩者就很相似 可能比較這兩者就好些 但你說中教控股相不相似得過呢 教育股沒有錯之前那一層是曾經炒得很好的 甚至我自己說真的對新高校還是看得樂觀的 但你說這一刻買不買這隻 我自己就一半半 因為以定價上去看 因為最主要來說 它這次上市的估值其實不是特別便宜 即是它現在的估值 跟剛才說的新高校 或者一眾上市的一些教育股 其實差不多 但別人上市了 升了那麼多寫這個PE 但你未上已經這樣的估值了 其實你不是太吸引 所以以從估值上講 未必有太大接口空間 我覺得就不太建議你考慮抽 嗯 好啦 Facebook 上面 我很快回答了 Keef 就說 股市不太行 我又回到來 想溝貨 也不敢入 即現在股市到底是怎樣搞的 是不是很難看 其實有少少難看 但你反過來想 又不是說不合理 其實當然這幾天下來 其實沒有原因 純粹是洗一些大價股 或者小股 但你說所謂洗這個動作 其實可能是因為它們之前寫的多 你去到年尾 始終獲利盆湧現 這個很正常 很合理的一個邏輯 但你說除了這因素之外 其實沒有特別多東西是轉差了 所以其實你說 怎樣看 或者低位賣不買一個呢 我覺得看回自己本身的貨有多少 如果你本身不是太多貨 留了夠錢的 其實你說去到這裡 可能挨近二萬八 附近左右 其實慢慢買一點 其實是OK的 但當然你仍要有一個持貨的心態 因為其實遇到這一陣下來之後 就算蛋也好 未必好像之前那麼大的聲浪 應該慢一點這個動力 但如果你在這些位賣 我覺得都OK 因為始終現在下到這些位 整個市 其實股值又不是特別貴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身後上不是太多貨 有蛋藥在手 可以慢慢考慮這些大股 好 另外Youtube也回答了 有位朋友 857 5.3買的 下來了 部署策略 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5.3買 就好想暫時不算捱格太多 但是小心一點 因為始終一來油價到這位 我覺得再大聲空間就有限了 你幾乎60元邊都頂得挺緊要的 所以如果以油價再大人起 下來了 可能對中石油也有些拖累 短期望著五百天線 如果50天線跌穿的話 你以之前的低位5.1 做短暫指示位 好 都要談到這裏 因為都overrun了一點 Rafi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股份 也沒有 好 謝謝Rafi 稍後回來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